520之後的新政局 因為總統說要邀請蘇貞昌 去代表他的行政院長 來領導整個內閣的團隊 因為他認為蘇奎是一位護國院長 也是他的最佳夥伴 跟他的執行者 非常有效率 但整個內閣團隊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蘇奎留任行政院長的職務 那現在看得出來 超級也很快有達成共識 邀請蘇奎在5月29號這天 來進行他新的任期的施政方針的報告 那到時候預料 會有蘇奎講完話之後 那有民進黨的六位立委 跟國民黨五人 民眾黨實力各兩人 總共15人立委 輪流的對蘇奎進行 那個交叉質詢的部分 預料會針對防疫紓困 以及窩靈之後 新的政壇的一些焦點 來進行議事的詢答 好的確現在隨著疫情 尤其在國內逐漸的趨緩 那麼也逐步的開始 稍稍的放寬了一些規定 不過大家很好奇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全面的來解封呢 我們看看指揮中心的專家小組的 召集人張尚淳呢 他其實被問到這個問題呢 他也說沒辦法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主要原因呢 他有說明喔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一次疫情當中 各國的高強度的管制措施呢 其實都很難在第一時間呢 或是在短時間內就壓制這一次的 新冠肺炎的病毒 他也舉了之前的疾病來做比較 包括呢其實先前H1N1的時候 一開始的確爆發的時候呢 也是很嚴峻的 不過後來因為有疫苗的關係呢 就控制下來了 另外在MERS的部分呢 則是因為不會人傳人 但是這一次新冠病毒它非常特殊 特殊的地方在哪邊呢 包括輕症病患很多 而且呢還有很多是無症狀的患者 所以等於這一次疫情是一個長期抗戰 我們要來看看德國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其實5月6號才宣布呢 要放寬這個封鎖令了 不過呢現在值得注意的是當地的研究中心 公佈了他們的R0值 R0值就是每位的感染者平均的感染人數 那其實在最近三週的時候呢 都還是小於1 5月6號時候是0.65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在5月9號跟5月10號 連續兩天都是大於1的 也就是說呢在德國現在要盛訪第二波的疫情 似乎蠢蠢欲動 所以呢在現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依舊是不可以掉以輕刑 好為了治療新冠肺炎呢 一屆是沙肺苦心 目前台灣呢正在進行的是中西醫合併治療的方式 而且效果很不錯 目前已經送進指揮中心審核了 通過的話呢就可以列入臨床處置 再請例如帶我們了解 好針對這一次新冠肺炎的治療呢 現在也出現了中西合併了 我們看到有台灣的研究團隊呢 4月3號開始呢就包括跟三總還有台中榮總 展開了中西醫的治療方式 那麼在整個治療的期間他們收治14名的患者 裡頭包括了4名的重症跟一名是插管治療的患者 那麼發現平均8到10天呢就可以清除體內的病毒 而且其中已經有12個人是三彩英的順利康部出院了 我們來看看經過的是哪一些的方式呢 首先呢包括呢用這個抗病毒的藥物 而且針對他們的免疫系統來做調節 另外針對像是有心血管或是呼吸道功能下降的重症病患呢 就用藥物來增強他們的體質 簡單來說就是對症下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治療指引呢 其實在5月6號的時候 衛福部的中藥司已經審核過了 那麼現在也送到指揮中心來審核 如果通過的話就可以列入臨床的處置 但是呢張上淳是表示喔其實現在還要看科學 有沒有更多的證據可以來佐證 所以現在呢還在收集資料 疫情對觀光的衝擊再交給例如 這一次的新冠肺炎呢對觀光業來說影響 所以先多謀先一下 在這次是新冠肺炎的